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 巔峰系統喔 會在今天的影片呢 讓大家新手玩家呢 一次搞懂 那我的頻道呢 日後也會有很多 關於暗黑寺的相關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你覺得 今天影片拍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點擊 超級感謝 給我一點鼓勵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首先這個巔峰盤的話呢 會是暗黑寺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系統喔 會是在玩家進到50級以後呢 開始可以做相關的解鎖 那50級以前的時候呢 你每升一級呢 都會拿到一點的 這個技能點數 你就可以拿來投資你的技能 但是50級以後呢 你就不會再拿到 任何的這個技能點數了 除非就是你有去解 地圖相關的這個地圖進度 那他這邊可能還有 技能點數可以拿嘛 但是如果說50等之後呢 你就已經沒有辦法 再拿到相關的這個技能點數囉 你之後升級的時候 拿到的所有的點數呢 都是巔峰點數 那這邊的巔峰點數 大概是要怎麼拿呢 大概升一級的時候 可以拿到四點喔 那可以看到 我這個藍色的條呢 就是我的經驗條 所以他只要 每到這個小節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巔峰點數 所以從65級到66級的話 中間就會有三個節點 最後的話還有一個 所以大概就是升一級的時候 可以拿到四個這個巔峰的點數 那拿到四個這個巔峰點數 每拿到一個的時候 你就可以往上走一格喔 所以這些每一個的話 其實都會耗費一個這個巔峰點數 那就可以根據你自己角色的這個條件啊 不管是你要加護甲值啊 加力量啊 還是要加什麼 那你就可以去根據不同的東西 來走不同的路徑喔 那現在這個巔峰盤呢 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的 就是假設 如果現在我剛開始走這邊 我現在這邊覺得我好像走錯了 那我想要把它改成 就是從這邊走的話 他的這個取消的方式呢 還非常的這個繁瑣 他要從 一路從這個最頂這邊來做 一個一個的取消 那取消一次的話 大概是2000塊左右 他沒有辦法直接就是 喔好 我現在這邊的話 我要直接取消 沒有辦法 他會說從至此節點 會切斷連結 無法退還喔 所以如果說你 假設想要 換一個這個流派的裝備 你的這個巔峰的點數盤呢 要全部更改的話呢 哇 那就會有點麻煩喔 你就要得從最後面 這樣一路這樣取消 取消取消 一路到最前面 然後再重新弄一次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給大家說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 決定哪一個流派的話 那就是 一開始想清楚 不然之後取消的話 會非常的麻煩喔 好 好 那簡單講完這個 拿到技能點數 以及取消之後呢 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 所謂的雕紋系統喔 那新手玩家 可能不太懂 這個雕紋 到底是怎麼樣 可以獲得 雕紋的話呢 大概就是你 來到了這個世界3 之後呢 你其實就可以拿到 相關的這個徽記 喔 那這個徽記的話呢 你按右鍵 就可以解鎖一個相關的 那個地層 會變成噩夢地層 那徽記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去找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你這個佛拉登的旋速師 喔 我們來找一下佛拉登的旋速師 你也可以去找他製作徽記 或是拆解徽記喔 那徽記要怎麼拿呢 就是今天如果說你把普通的地層 轉換成噩夢地層的話 喔 那你就可以 進去打怪 打怪的時候 可能就會掉落徽記喔 所以在這邊的話 其實就有製作徽記啊 那也有拆解徽記 那拿到了這個徽記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他所耗費的這個 會有徽記粉末 這個其實用拆解徽記 所以你進去打 噩夢地層就會拿到 你就會用不同的挑戰階層 那越高階的話 當然就會越難 那這個之後 可能再跟大家做個解析 我們回到巔峰坛的部分 所以 你再解完這個相關的這個噩夢地層 那每個噩夢地層 其實都獨一無二的 不過這個基本上不太會痊癒 因為你之後常常會泡在噩夢地層 你每次都會拿到相關的徽記 所以你解開來 我們現在隨便開一個給大家看 假如開一個階級6的 接受 好 那現在就會說 這邊有一個噩夢地層 木盲洞穴第6直接解鎖了 喔 那就在這邊 那你就是傳送到這裡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地層 而是已經變成噩夢地層 那你過去的時候 在解的時候呢 裡面就有可能會掉相關的這個徽記 那你就可以 永遠的這個 擁有噩夢地層的這個徽記 可以做解鎖 好 那進到噩夢地層呢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你打完這個噩夢地層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拿到相關的一個雕紋 那雕紋的話呢 就會是在噩夢地層裡面會掉的 那黃色的話是稀爾雕紋 那如果說是藍色的話 就是模仿雕紋 那這個雕紋它其實是可以升等的 升等的好處會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說假設我們今天看這個巔峰盤 這個巔峰盤裡面的話其實有這個 一個洞 這個洞你只要走過去的話 你就可以放一個雕紋 那每個雕紋的能力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它其實都不太一樣喔 那有些雕紋真的是蠻厲害的 像有些雕紋可能是免費帶衣衫啊 有些雕紋可能是可以有帶暴擊啊等等的 那每一個部分的話可能會根據你的流派的不同呢 會有不一樣的這個搭配 好那所以你放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有相關解鎖條件 以我這個雕紋來說的話 它這個雕紋本來就有提供 範圍內所有的魔法節點的效果 額外再增加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個額外加成 這個額外加成就是需求 就是它這邊紅色的地方呢 你要有力量要來到40 那它的格子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去升級雕紋 除了它這邊的效果加成會提升以外 它的這個紅色的格子也會變得更大 變得更大 你等於要來到這個需求值的話 就會來得更容易喔 但你每次去解這個惡夢地層 到最後結尾的時候呢 它都會出現一個物品去點它 你都可以去升級你的雕紋 但是這邊要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一旦升級你的雕紋 你今天想要在換別的地方升級的話 你沒有辦法把升級的話 你沒有辦法把原本已經升級的雕紋的點 的這個等級做個轉讓喔 所以大家最好要想清楚一下 你要先升級哪一個雕紋 不然這個雕紋其實要投資 其實也不太容易 它耗費的經驗值蠻多的 那每次解完惡夢地層的時候 都會拿到不等的這個相關的經驗 可以來做升級 那惡夢地層如果越高級的話 拿到相關的這個雕紋的這個點數呢 就會來得更多 所以你可能提升雕紋的這個等級 就會來得更容易 喔簡單來說大概就是這樣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回到巔峰盤 所以我們一路上面點的話 其實每個巔峰盤呢 都代表一個特別的一個效果 喔那我們現在這邊先把大家 這個解鎖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邊其實我是也沒有很想要解鎖 但是要示範給大家看 好我們一路解鎖到這邊 你每個巔峰盤只要走到這個閘門的門口的時候 你只要點一下喔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弄喔 所以你要記得點一下 他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不同的這個面板可以選擇 那每個面板呢有傳奇節點還有稀有節點 稀有節點的話呢大概就會是長這樣子喔 這個東西黃色的就是稀有節點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哪一個部分是你比較需求的喔 哪一個部分呢是傳奇節點還是稀有節點比較需求 有些面板我們不一定就是戰爭使者 像戰爭使者為例的話不一定傳奇節點跟稀有節點都要拿 你可能都是大部分都是折一啦 或是可能折二從裡面去挑部分的 因為現在的角色的人物的等級是到100等 所以也就是說你從50等到100等的話呢 有50等的這個空間乘上4 大概可能200多個這個巔峰的點數 再加上你去解這個地圖的任務對不對 地圖進度可能會有200多的這個巔峰的點數可以拿 那所以他是有限的 所以你不可能全部都可以拿的到 喔所以大家可能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看是你要拿SEO節點呢還是傳奇節點 好那假設我今天呢想要拿的這個東西是這個 喔那我就會按預覽 那他的下一個巔峰盤就會出現了 那就可以看到你如果說要走到這邊的話大概要怎麼走 那如果說你想要拿的是SEO節點的話大概要怎麼走 如果說你想要拿的是雕紋箱孔的話大概要怎麼走 那他這個東西就是在安安斯特別系統是 他可以旋轉面板的喔 所以你可以根據說 欸我做近要怎麼樣走 會比較容易走到我想要的那個SEO節點 或是說傳奇節點 或是說我想要的是雕紋的這個孔 要怎麼樣走呢會是比較快的喔 這邊呢其實都可以大概看得出來喔 那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在無知等以後 在後期的時候呢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巔峰盤的這個系統 那今天呢算是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那你們對於巔峰盤的這個系統呢 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或是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我們可以先交流交流 簡單來說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角色流派阿 以及如果說你不是要照完全其他玩家給你的這個相關的資訊去照照的話 其實是每個角色可以打出自己最獨特性的一個方式喔 因為其實每一個屬性的加成阿 每一個SEO節點每一個魔法節點 他所帶來的效果都不一樣 也是這個暗黑時可以帶來後期一個最大變化的地方喔 那我覺得這個設定呢是蠻好玩的 那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很謝謝你們今天看到這邊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